第18題 將包裝口香糖的鋁箔紙剪成如圖式的形狀 圖中夾柄兩處截面面積相等 中央乙處截面積較夾柄處小 接著桂園取一個電壓為9伏特的電子 並使採檢過的鋁箔紙呈拱形彎曲 讓兩端斜線處分別接觸電池的正極負極 接觸後鋁箔紙溫度上升 隨即在乙處起火燃燒 本實驗中鋁箔乙處比夾柄兩處先起火燃燒 原因可能是什麼 那麼題目的選項問了電壓電阻跟電流 那麼我們首先可以很單純的從 我們前面學過的電阻的變因來說 我們說截面積越大 電阻越小 長度越長 電阻越大 那麼發現乙處的截面積比較小 所以它電阻要會比較大 第二個我們從它題目敘述中 鋁箔紙的乙處比夾柄兩處先起火燃燒 表示在乙處的電功率比較大 我們把我們的線接在夾柄兩端 那麼就成為一個一段的電路 這段電路是所謂的串連 所以我們的電功率公式要用的是P等於I平方乘以R 那麼因為我們串連電流是一樣的 先起火燃燒就表示我們的功率比較大 所以我們電阻就要比較大 所以乙處的電阻用功率來看 也是電阻比較大 所以第18題問我們說 本實驗中鋁箔紙乙處比夾柄兩處先起火燃燒 原因可能是什麼呢 我們答案選的是B 乙處的電阻比較大